欢迎收看大时大 我是阿恒 今天是1月3号礼拜二 今天台股又涨 继续涨 美丽涨 非常好 今天涨了59点 那离风关 还有九个交易日 不知道你做何打算 那昨天给你写册 不要是V型反转 那前波高 好像明天就要到了 可能明后天就要攻 1万8 那很快 不用多久 我们就会赶上日股 赶上稻穷 那有没有想太多一点 稻穷现在3万8 你知道昨天收盘的时候 稻穷就美国四大指数 全部创历史新高 你知道吗 没有在看 可是你只要看到亚洲这边 你看到日股表现不错 韩股趴在地上 跌破所有均线 那因为南北韩可能又要打仗 那大陆股市呢 这是破底 两年来了新低 港股差一点点破底 那几乎也是破底 那台湾刚好夹在中间 所以 这好像大家之前觉得说 赖皮选上会觉得不好 也没有啊 这股市还不错嘛 外资这两三天回补了一千多亿 把上个礼拜 卖掉了也全部买回来了 所以你封关前抢红包 你动作要快 要快手啦 你动作很慢的话 我也没拿你没皮条 今天盘是 大概讲一下 今天涨59点 那今天是123自由日 今天云末生日 这要早点回家 这AI龙头股今天震荡 没有大跌 没有大跌 你涨比较多了 你像昨天 技嘉涨停板嘛 今天技嘉就稍微回挡一点 那其他你看伟创啦 音乐达啦 广达也都没有大跌 都是小跌 整理了啦 小跌小涨而已 那多方是维持这个攻势 就要看到一万八为止嘛 搞不好两万 大家加油 那各类股今天是良性的轮动 那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今天涨什么 今天涨什么 今天撑住大盘的是金融股 本来盘中很好的是运输类股 航运股今天有上来 最后变收黑啦 那这两天跌的是航运股 那今天本来航运股要反弹 那主要是今天汽车啦 钢铁啦 金融股下来撑盘 那其实电子股没有大涨 电子股没有像昨天这样涨很多啊 昨天电子股涨1%多啊 所以你要很清楚说 各类股它有些跌升了 甚至没有涨了 开始做轮动 那轮动的话这盘就不会马上死 不会给你尖头反转 那本来我们昨天认为说 这盘拉上来之后 最好不要过高 不要过高之后做整理做押回 先回档 先回档 不管说是回测十字线 或是回测月线也都好 不要留一个这么 连续留两个大缺口 留两个大缺口的话 之后问题又比较大 因为那缺口的造成 这变成说 之后要补 什么时候补 那就很辛苦了 那就很辛苦了 你像这边 跳上去的时候留一个小缺口 它这边用长A下去补 所以你有些东西就是你要去了解说 那个是技术线型上面 那个缺口迟早要补 那什么时候补 怎么补 那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封关要过年了 赶快抢红包 你一万八 不要一万八到了再买股票 我是觉得很多人很奇怪 他就是等到涨完了他才要来买 那我是觉得说比较不好 那之前我们买雅店 那挣了很久 挣了很久 觉得说这档股票 这是买在低点 他拉上去 我没有卖 他又打下来呢 我也没有卖 拉上去呢 我又没有卖 现在创新高了 232了嘛 232了嘛 创新高了嘛 欸 洗了两次 那我还是赚了 你看我买在这 所以你自己要去看 因为有些股票他整理整理完 他这四天买的人 没走啊 你把K线图拉长 这四天买的人没走 没走你就不要挤啊 他整理完 在整理的低档 开始做布局 拉起来创新高 当然你说尾盘没有涨停板 我说 其实涨停板不涨停板 那意义已经不大了 意义不大 你要去找 之前有人开始在做的股票 你像这一档股票 他隔天打到跌停嘛 对不对 那打到跌停以后 他最近修正了八天 很多人他知道我讲的是哪一支 他修正了八天 打给你看 他修正了八天 修正八天之后 你要去看明天第九天 他如果带量上来的话 就又过去了 因为这边有长虹 跳空 涨停 震荡一天 拉涨停 创新高 押回 再来涨停 涨停 创新高 逼近涨停 再押回 这有没有人在做 这一定有的 这一定有人在做 只是说 他整理完之后 才开始走 整理下来 整理完再走 整理完我觉得要再走 因为基本面够强 基本面够强的话 这种股票会很多 所以你掌握他那个tempo 不要乱买 时间点到的时候再买 不然你就是要看清楚说 你自己在买什么股票 有些人他搞不清楚 他自己在买什么股票 对不对 昨天为什么外资 买了两百多张的 这档股票 为什么 因为我当然知道 有些东西要出来 新闻要写的 我跟你讲 只要股票拉涨停板 就会有媒体跟你写说 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 都事后做解释嘛 对 就事后做解释嘛 你低档你不愿意去买伪创的啦 老师今天一百一十七块半 一百一十八了 可不可以买 你为什么九十一不买 我公开写你为什么不买 我还成立一个群组 来帮助这些套牢的人 这一波尾创从一百六十几块 一百六十一块 打了六折下来 什么时候可以买 我一直跟你讲说 会先打六折 他在跌的过程中 我一直跟你讲 中间都不要抢反弹 因为会打六折 有没有 几乎打了对折 他才只稳 那什么时候买 打一个W突破之后 押回再买 是你们老师跟你自己 跟洪老师的操作是不一样 你跟你讲 你套了这档股票没有关系 你来找我 全部帮你解套 拉起来全部帮你解套 你套高档没关系嘛 你低档我叫你加码的时候 你加码上来 你解套了嘛 我是很多人的救命恩人啦 可不可以感谢吗 不会 这个K线图很像什么 很像当初的长榕 十几块涨到230几的时候 一打下来 我说先打六折 然后打完六折之后反弹 然后再下去95块 我才下去买 买了之后拉起来 170我们全部出清 很多人因为这样子 反败为胜 还赚到一屁股钱 之后我是说不要再碰 之后不管剪肢啦 高配息啦 后来我都没有再碰 就不碰了 那就是一个老师啊 不然呢 对不对 你现在拉到这边了 欸 早知道我在这边买 我在这边买啦 你没有买在最低点啦 我跟你讲你没有很厉害 你没有很厉害 那这边你才在买 很多人他现在才在买啊 那这边在买的人 跟这边买的人一样 他想说欸 还会继续涨嘛 会挑战前高啊 你看 輝达创新高了 AMD创新高了 美超微创新高了 META也创新高了 为什么不会上去 为什么要上去 为什么要上上去给你解套 为什么 好不容易让你住在 那么高的套房 为什么要让你解套 你看不出来是突破吗 你看不出来突破吗 你看不出来突破吗 那这个底是什么底 头肩底 那你要留哪一次 你要留哪一次 昨天突破我还跟你讲还在加码 但是有些股票你就不要碰了 你像 友达今天出现第二次卖点 再度出现卖点 我跟你讲 再度出现卖点 你前一波那个 19.7的卖点 我也跟你讲啊 涨31% 我劝你不要再追 那天19.7 今天19.75 还来一个假突破 你看多棒 这操作多好 如果明后天下来 那就是标准M头 可是你分辨的出来 这样是M头吗 不会啊 你会认为说 老师他价格有突破啊 价格有过高啊 对啊 那你有没有看到 我秀这张图卡的时候 他先回一层 先回一层 跌完之后 又跌到17块多 19.7跌到17块多 才拉上来 那是你命好 那是你命好 有些股票你千万不要碰 人家在出货的股票 你不要碰 那要封关了 赶快你要买好的股票 像我这样子挑股票 你要找筹码稳定的好股票做介入 趁乱还是继续买 赶快买 好不好 好 祝你大赚 我们明天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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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